怀疑男孩坐美国的公交车 过来一个男人就要抢他脖子上的项链 男孩不给后退了几步 不想被男人同伙从左右死死抓住 男孩的女同学连忙出头 别欺负他 他不能打有种冲我来吧 看到女同学被欺负 男孩突然抱起一拳将男子打飞 女同学都惊呆了 接着他七里咔嚓就干倒了几个手下 车上乘客拿起了手机 竟然直播了起来 一边直播一边解说 这男孩打得酣畅淋漓的时候 最后一排突然站起来一个壮汉 退去衣服露出了半截胳膊 然后 壮汉一刀劈来男孩紧急躲闪 光都没有劈到男孩却刮破了公交车 公交车的刹车线都被干断了 而此时公交车正开到了大厦坡 一刀过来男孩用女乘客的电脑去挡 一个电脑变成了两个 男孩还给了女乘客 这属于是细胞分裂了 男孩刚喘了一口气 司机唧唧了 男孩辗转腾挪来到了驾驶室 连忙去操控汽车呀 壮汉又冲了过来 一刀砍碎了座位 两刀砍碎了光线盘了 男孩已经退无可退 此时他的女同学过来了 一面火气打翻了壮汉 然后换他开车 男孩继续和壮汉死磕 男孩把他引到最后一节车厢 然后拽断了车厢之间的连接 在最后一刻 跳进了前面的车厢 终于摆出了壮汉 而公交车也在女同学的神奇驾驶下 平稳地停下了 所有乘客无人受伤 男孩终于长出一口气 这个相貌老成的男孩 就是这两年颇具争议的上气 对了 狗长要给大家讲讲丧气 不是上气 因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这部电影做到国人的强烈抵制 以至于国内到现在还没有上映 那他到底是讲了什么 有没有辱华 咱们先看看再说 回到故事之中 这些人抢上气的一个项链 有何目的呢 上气不得而知 但是另外一个项链 在自己妹妹那里头 妹妹也有危险 于是他和女同学凯蒂 联盟来到了澳门去找妹妹 来到了妹妹一直以来的熟心地址 竟然是一个地下格斗场 万万没想到 在这儿还遇到了奇异博士的老相好 老王 作为男主 上气呢也是必须打一打呀 万万没想到 对手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夏琳 夏琳对自己的哥哥毫不手软 几分钟就把哥哥打得背负的呀 做完哥哥 两个人在唠嗑 夏琳为啥对哥哥这么狠呢 咱们后面解释啊 上气跟夏琳连边说这个项链的事 夏琳不以为意啊 就在此时那帮坏人来了 上气只能逃走 他选择从窗户走 可这是三十楼啊 下好外面有脚手架 上气和凯蒂一顿空中飞人呢 一次次差点掉入万丈深渊呢 最终终于从脚手架出来了 又碰到一个戴面具的 上气和面具刺客打的是有来有回 就在上气战尽优势 要解决刺客的时候 他突然被什么东西吸住了 接下来一下被打倒 一个白衣中年男人出现了 上气看到之后突然叫了一声 爸爸 对这个人就是上气的父亲文武 而所谓的争夺项战的事件呢 也都是文武一手策划的 为的就让上气回来啊 那这个文武可不是一般人啊 已经有一千多岁了 关于他的事 以及找上气有什么阴谋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一千年前 文武带领着军队要攻打一座城市 他单枪匹马冲入敌阵 无数箭雨飞来 文武操纵着石环形成了防御层 接着杀入敌阵 挥舞石环一顿割九灾啊 城池被瞬间拿下 这已经是他拿下的不知道多少个城池了 只是因为他有着无比强大的石环呢 石环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是他在古墓里发现的 也有人说是他在火山口捡到的 反正拥有石环之后 他不仅无敌而且不死 他建立了石环军团 在全世界攻城掠地 从无败计 一直到1996年 他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 塔罗 据秘籍记载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所有传说中的神兽都居住在此 这里的人也都拥有魔法 他要征服这里 他带着人前往塔罗了 没想到塔罗外面竟然是一片竹林 汽车开进去之后 却发现这里的竹林竟然会冻啊 就在他们吃惊之际 出了车祸了 汽车飞下山剑 只有文武凭借实力存活了 他在这里头瞎光 遇到了塔罗的美女应力 然后就是一段非常失忆的打斗 打斗中充满了暧昧 文武眼睛再大点 他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不得不说 这段打斗 硬巧硬马的尸环 对战柔中克刚的太极 是非常的好看的 最后硬汉文武也被温柔的应力所复获 两个人相爱在一起了 文武因他而脱下了自己的十环 归隐翻天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还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便是尚弃和夏琳 等会儿啊 96年相遇 尚弃最早也得是97年左右出生 今年呢24 来 你看看这位男主 这他妈是24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名场面 后来文武的仇家找来了 文武不在 只有应力 而应力离开了塔罗 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了 被仇家杀害 文武直到之后 重拾十环 带着尚弃找仇家报仇去了 可仇家老大却不在 文武没有选择自己继续追杀 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尚弃了 尚弃从此以后天天习武 还要学习英文 不知道为啥复仇要学英文呢 一晃几年过去了 尚弃16岁了 文武觉得他长了 派他去复仇 可他却从此杳无音讯了 妹妹夏琳以为他是害怕套跑了 所以一直以来对他很识记恨 以至于这么多年不见 见面就是一顿爆锤啊 那他爹抢他们项链干啥呢 文武给他们开了一个会 说你妈没死 我听到他召唤了 他被塔罗的人给关起来了 我们得去救他呀 兄妹俩不信 我俩亲眼看到妈妈 倒在血泊之中的 他爹说 塔罗那边都是神人 生死永远不一样啊 而且你们俩的项链 那是你妈给的 这就是进入塔罗的线索呀 说着将两个项链 往一个龙头上一按 原来是龙眼睛 龙瞬间喷出水来 水形成了竹林 并标记了一年才出现一次的 进入塔罗的路啊 而且需要每年的清明节时候 才能进去 那是去塔罗吗 那是去阎罗吧 文武觉得 当初他和老婆在一起 塔罗的人就不同意 他们现在就是把自己媳妇囚禁起来了 所以他要去救啊 上气不同意 你这不疯了吗 还要攻击我老家 这不行 文武还管那个了 直接把他们小哥俩干趴下了 关了金币了 关金币的时候 巧了 遇到一个人 还有一个神兽 这个神兽就是塔罗处来的 他知道怎么回去 于是他们整了一辆的宝马 开着就跑了 文武找几个人去追 也没追上 在一场很帅的追着戏之后 他们就到了塔罗了 进入塔罗 他们傻眼了 上气他们开着车 进入了塔罗 他们看到满天飞的火风 路边是九尾妖狐 正在玩尾巴呢 啪的一下 车突然停下了 原来他们差点撞了一只 横穿马路的麒麟呢 麒麟看看他们 鸟也不鸟的离开了 后面跟着一群麒麟 这么多中国传统的神兽都在这里了 但是好像还缺一个 缺什么呢 缺的这个会在最终的大战中出现呢 很快他们看到了塔罗的居民了 一只大狮子徘徊在居民之中 大狮子盯着他们 警惕性很高啊 塔罗本地人很不欢迎他们 拉开架势就要干 此时一个女人出现了 给他们解围了 他走了过来 说上气 下令人 我是你妈的亲妹妹 来 叫老爷 兄弟啊 他也是塔罗见到妈妈这边的亲人呢 非常的感动 他们紧紧的拥抱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最近的这些情况 但是你说你们俩中国人 也没有外国人在场 怎么说了几句汉语之后 马上全成英文了呢 就跟那个段文似的 说一个学生写英文作文 两个外国人在街上相遇了 然后问了一句 Can you speak Chinese? 那个人回到Yes 然后后面全是中文对话了 太违和了 说的大概意思就是呢 塔罗处在阴阳两界之间 他们呢 守着通往阴界的大门 而文武呢是受到了阴界大门王的蛊惑了 以为媳妇被困在阴界大门里面了呢 所以文武来了 就是要破坏大门的 他们也不让啊 于是就开始加紧备战 凯莉还非常意外的点亮了自己的射箭技能了 没过多久啊 文武带着人真来了 塔罗年纪最大的袁伯朝着文武就是破口大骂呀 说你给我滚 我们不欢迎你 文武非常不屑 你他妈快给我闭嘴吧 小逼崽子 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呀 袁伯无言以对呀 文武一千多岁 说的一点也没错呀 既然这样 那就开干嘛 文武操纵着石环是所向披靡一样 上气跟他爹 干了几个回合 也不是对手 被文武一波打入了湖水之中 所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文武 去破坏阴界的大门 无数的阴界妖兽就冲了出来 现在石环军团也醒过门来了 自己的老大的确是神经病了呀 于是他们和塔罗的人联合在一起 一起对付这些妖兽 上气此时在湖中 竟然看到了龙 中国的龙啊 对 就是前面说的缺的那个 他现在来了 他拖着上气飞了起来 他去吃那些妖兽 而上气则去阻止文武 但文武仍旧执迷不悟 俩人就干了起来 现在上气又升级了 他竟然吸走了文武的五个环 五环对五环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奥运会干起来了呢 最后连文武的五个环 也被他吸走了 他已经准备好朝文武来最后一击了 但毕竟是亲爹呀 他下不举手啊 就在这个时候 阴界大门也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大魔王试魂兽冲了出来 然后文武为了救上气 就被他吸了 上气和妹妹下领起着大龙 跟着试魂兽干在了一起 最后在凯莉的帮忙下 兄妹俩终于干死了试魂兽 大战才算结束啊 而文武呢 也算求人得人了 死了 真的去见媳妇去了 这位的事算是处理完了 上气继承了老爹的石环 回到了美国 他们跟老同学吃饭 人家老同学现在是律师了 而他们俩呢 是酒店的博车小弟啊 老同学在这说呀 你俩不好好学习呀 现在不行了吧 要不去我那儿吧 跟我混吧 上气和凯莉说 可能去不了 我俩刚拯救完世界 也许一会儿还得去拯救世界呀 同学不信 以为他俩疯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 奇异博士在好接入老王 画了个圈来到这里 把他俩带走了 同学目瞪狗呆呀 网上绿巨人和金旗女侠 研究研究试魂是个啥玩意儿 两个人都说不上来呀 而另外一边呢 夏令人接替了老爸 成了十环军团的心内画石人了 故事到此 全部结束了 看完小片 咱们扯闲片 电影看完了 他有没有辱华 勾长只是单纯的复述电影 人者见人就智者见智了 但是存在的争议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的 最大的争议就是文武这个角色 因为他的原型是满大人 这是个华人反派呀 但在电影中间 也是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文武说了 我不是满大人 那个坏蛋是莫崇我的 似乎洗白了 尚气并不是满大人的后代 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尚气 以及凯丽的选举 充满了争议 刘思慕都三十多了 而且长得特别显老啊 说他二十四真没人信呢 四十二还差不多了 再说 演梁朝伟的儿子 一点也不像啊 你们俩 要是换成我们老彭家二小子 小样 哎 看起来是不是就不违和了 彭医院和梁朝伟 在某个角度来说 还真有点连像呢 再说这个女主凯蒂 勾长绝对讽刺一个人在外貌 这个行为很low 但是他这个长相 能做女主 勾长真是想不通啊 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争议 还有一点呢 你说文武都一千多岁了 全世界都不是他的对手 应该说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聪明啊 那怎么就相信自己媳妇没死呢 还不因为这个 就非常容易的就中计了 人设有点立不住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各位看管老爷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接着吧